现在一共循环了三次 加上开始的一排相当于是四排 可以看一下 整个正中心有两根粉色的线 这个就是花样一的传线方法 全部是从里往外传 接着传花样二 我们先单独将这两份中心的线 相互交叉 全部用左侧的一根穿到右侧的一根 接着将右侧边缘的一根 穿到左侧的四根线里面 全部是一个方向的 再将正中心的一根 可以看一下 一共有两根线 右侧的这一根归为这一侧 所以我们用这一根穿 穿到右侧的五根线里面 同一个方向的 接着将正中心剩余的一根 往左侧的一根 可以看一下 穿到这四根里面 这四根是同一个方向 最后将左侧边缘的一根 沿着右侧的这五根穿进去 第一排就穿好了 后面按照同样的方法 循环四次 使正中心变成两根粉色线 我再演示一次 右侧边缘的一根 穿到左侧的四根线里面 与前面不同的是 这里正中心的两根线没有交叉 所以我们需要将正中心 左侧的这一根 与这一根线交叉 再穿到右侧的五根里面 相当于一共穿六根线 再将正中心剩余的一根 穿到左侧的四根线里面 最后将左侧边缘 这一根穿到右侧的五根线里面 现在已经循环了一次 按照同样的方法 再循环三次 注意 因为第一排开始之前 正中心的两根线已经交叉了 所以只有第一排 中心往右侧穿线时 是五根 后面全部是穿六根 道理是一样的 将剩下的三次穿完 这里我就不演示了 现在一共循环了四次 加上开始的一排 相当于一共五排 正中心有两根粉色线 这个就是花样二的传线方法 全部是从外往里穿 后面 继继继续按照花样一与花样二的方法相互交替就可以了 花样一穿五排以后 正中心 会有两根粉色 再按照花样二的方法穿五排 正中心同样有两根粉色 我再往下演示一次 我再往下演示一次 先穿花样一 先将正中心的这两根线交叉 形成一个完整的菱形 分成两份 将右侧中心的一根线 这里已经交叉了 我们直接用这一根线来穿 穿到右侧的四根线里面 无论这两根线是否交叉 道理都是一样的 如果没有交叉 就一共穿五根 交叉就穿四根 再将剩余的一根 穿到左侧四根线里面 接着将左边这一份 找到中间的一根 这里已经交叉了 用这一根 穿到右侧的五根线里面 如果没有交叉 就穿六根 再将剩余的一根 穿到左侧的四根线里面 这是第一排 不难发现 现在的排列顺序 和起始位置的顺序 完全相同 后面再循环四次 一共五排 这里中心没有交叉 就用左侧的这一根来穿 按照这样的方法 将剩下的穿完 这里我就不演示了 现在已经穿完了五排 正中心有两根粉色线 接着按照花样二的方法 穿线 先单独将这两份 中心的线 相互交叉 再将右侧边缘的线 穿到左侧的四根线里面 接着将整个正中心的一根 这两根已经交叉过了 用这一根 穿到右侧的五根线里面 再将中心剩余的一根 穿到左侧四根线里面 最后将左侧边缘的一根 穿到右侧的五根线里面 这个就是第一排 由于第一排开始之前 正中心的两根粉色是交叉的 所以左侧中心往右侧穿的时候 只有五根线 后面全部是六根线 因为这两根线没有交叉 这样穿过来 一共要穿六根 加上这边穿过来的一根 接着再循环四次 一共五排 穿六根线 按照这样的方法 将剩下的穿完 这里我就不演示了 现在已经穿完了五排 正中心有两根粉色的线 每种花样结束时 正中心始终是两根粉色 如果大家记不清穿了几排 可以以正中心的线为准 花样一结束时 两侧的菱形 结束到这个位置 正中心会有两根粉色 花样二结束时 中间的这个菱形结束 正中心有两根粉色 大家注意 穿的这一面是反面 另一面作为正面 这个就是穿包带的方法 包带穿好以后 最末端同样需要流出 十厘米左右的长度 作为穗子 并且打上结 我这边对称 最后取出棒针 将短绳子传进去 打上结 稍微调整一下 另外一端 按照同样的方法 穿到末端 流出十厘米左右的穗子 也就是这样的效果 接下来学习这种 小色块款式的穿线方法 一共需要准备 二十六根长绳子 两根短绳子 短绳子的颜色 大家可以自己进行搭配 不一定要用这个颜色 每根绳子的末端 都穿好了缝衣针 除了正中间 这个主色是六根绳子外 其余全部是五根 并且相同颜色的 排在一起 编出来是这种样式 在这一面进行穿线 如果大家想要其他颜色的也可以 我们另外有几款别的配色 具体的颜色排布 大家可以参考 我们QQ空间的图文教程 包带的两端 需要流出十厘米左右的长度 作为碎子 再用磅针 穿进其中的一股 接下来我演示一下 穿磅针的方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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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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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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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